汽車慘遭土石流衝擊 車頭凹陷 道路滿地泥泞 新北市石定的這處山坡地 在梅雨封面強勢來襲之下 雨勢不斷造成土石流 黃寧山當場衝回一間土地公廟 巨大的石塊還砸毀兩部車 今年第一道梅雨封面來襲 十四後截至下午五點 累積雨量第一名 就在臺南市加里超過一百二十二毫米 另外臺中市和平雲林縣麥寮鄉 以及澎湖馬宮 新北市金山嘉義東石鄉 累計雨量前十名的地區也都破百 預計在今天的晚上到明天 會有一段降雨比較緩和的空檔 不過明天晚上到禮拜一 水氣又會增多 西半部的雨又會再變得比較多一些 從週六晚間到週日白天 有短暫的降雨空檔 但同時又有東北季風報導 北臺灣氣溫明顯轉涼 到了下週一 中南部也會感受到涼意 這個東北季風會影響我們到禮拜一 所以禮拜一這一天可以看到 北臺灣的溫度可能一整天都在二十度以下 感覺像是一整天都會蠻濕涼的 濕涼的天氣將持續一整個週末假期 預估十五號白天的高溫 北部和宜蘭大約只有二十一到二十二度 中部以及花蓮大約二十四到二十五度 南部地區二十六到二十七度 十七號東北季風減弱 氣溫就會逐漸的回升 春天天氣軌距多變 忽冷又忽熱 提醒民眾要隨時注意天氣的變化 期待雨季的同時也要增添衣物 避免著涼了 華視新聞林立婷李宏傑台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